民众大牌长龙准备搭车 前往的地点是新北市双核医院 免费接驳车有不少人搭车 只是最近有些站要被取消 公告上写着这个 因为主管机关韩氏 依据医疗法第61条规定 明年元旦以后 秀朗国小站就要拆除 有些民众觉得不方便 就是什么是医疗法第61条 医疗机构不得以中央主管机关 公告之不道正当方法招染病人 难道接驳车是被认定有 招揽争议的协议吗 原来检察院法往卫福部 全台卫生局都进行清查 卫福部也希望能落实分级医疗 而双核医院就立属微福部 原防认为自己有些路线 必须调整才出消中途战 不过还是保留捷运战斗医疗的路线 比起对民众而言 特别是偏远地区 尤其是长者就医不方便 还是要借保车提供服务 方便就医